毛氏红烧肉 看看这是什么 毛氏红烧肉 外来这一口肉排了一个小时 这人呀人山人海 18块钱一半吃不止 还弄 为什么点几块呢媳妇你吃吗 我真不吃啊你吃 说实话咱们不建议大家来这叫火宫殿 真的名夫妇十 臭苗二十八 这是糖醋排骨 四十八 来媳妇吃吧 我就想问问咱湖南的朋友真来这吃饭吗 第一价为贵 第二呢就跟那份饭似的 一份一份的 真的管理非常不好 我自己的感觉 所以呢奉献大家来湖南玩的朋友们 这儿大家一定啊 去谨慎 多了不说了 我来湖北啊咱最后一顿饭 来湖南 这是请媳妇同事啊 一路照顾媳妇也不容易 有此感谢 看看人家这饭店 贵有贵的道理 看着就是精致 可比昨天那叫火供店要强多了 看着红烧肉 也是按未来的 对啊 一味 咱先吃吧 我不管了 对吗 趁热吃 看着 看着 看着人家这了 这档次就是不一样 真的 虽说人贵 贵点吧 贵贵道理 还是不甜还 蝶子鱼 好好吃 吃完我们就起床 我最爱喝的就是他家这凉汤 好喝 没毛病啊 来这儿吃没毛病 值得推荐啊 来这儿请个吃饭 觉得也够面 尝尝巴巴 好吃 看看这几道菜 基本上辣椒都齐了 这是绿辣椒 这个是红辣椒 这还有白辣椒 这就是白辣椒 泡椒 齐了 今天这饭吃着 还有黑辣椒 黑辣椒 没有 黄辣椒 花多 吃饭 这鱼就是咸烂烤啊 但是我觉得这鱼有一股土形 没有没有 这就是这种当地的特色 特色作物 我吃不惯这个鱼 那我吃 这个地方你不觉得很像青麦吗 就是去那个集市上买各种文艺的小东西 青麦好 这感觉我很喜欢 这感觉我很喜欢 有这样的老公吗 我俩点茶颜月色 每次都搭一杯 两杯 我一杯他一杯 但是他每次都要先摆两杯都先尝尝 我不是还帮你不看看 哪好喝吗 哪好喝呀 都好喝 我看人家这汤里边 他不放那个香菜放芹菜末 天天吃吃喝喝美吗 跟着你想喝 正好媳妇进去买东西去了 大家都知道我来这个长沙的目的是干什么的 来在这边有那么个四五天了吧 每天给媳妇洗脚给媳妇按摩 我觉得啊 我的媳妇已经被我这种做法所感动 大伙等那个媳妇出来 咱问问媳妇到底是怎么想的 看看我来这次长沙之行 我的目的达没达成 我自我感觉应该是ok了 所以说我从咱妈咱爸那出了闭门缸 但是我觉得从媳妇这儿应该没啥的 媳妇这儿呢 买了一个老绿豆 哎呦 谢谢你媳妇啊 这是我爱吃的芳糕 你是啥香饭啊 我这一天来那什么给你伺候怎么样 吃吃吃给啥买啥吃啥 啥香饭啊 什么什么想法 我不跟你说了吗 前几天 我现在想法就是太快了 过好当下就行了 哎 你这想法跟我想法一样 你想说什么 我说那个对于车呢 什么看法 我爸我妈那边搁了我一下 你这不能再搁我了 对不对啊 合着你来这趟就是为了这个 哎 主要是不是陪陪你吗 啊 啊 陪你 你去按摩洗脚啊 是吧 我先说一下我的那个就是消费的想法吧 也不叫消费官 就是 你说现在也就两种想法 嗯 一种是早买早享受 比如说你这车 车的话再开两年 你早晚也要换呢 如果现在换呢 你还早享受两年 还有一种想法就是 考天的时候防着点硬件 你得为了就是你现在好的时候 你不能去为了这些消耗品 对吧 你得留着点那什么 虽然说咱家的那个全政大权主要在我这 但是你手里边也有一部分 目前我跟你汇报一下 咱俩的钱分成了四部分 嗯 第一部分你也知道 咱俩每年都大额存款 嗯 是不是 然后那一部分钱 因为有利息 你现在动出来那利息就 相当于就没了 嗯 那也动不了 然后还有一部分咱俩买了外汇 买了日元 这你也知道 因为等到涨的时候 然后咱俩一抛不就又有一笔钱了吗 嗯 嗯 然后还有一笔第三笔钱得俩存在了万能账户里面 嗯 那个倒是可以谁用谁取啊 嗯 是不是啊 但是它是每个月按月给你打结算利息的 嗯 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在我手里边灵活的钱 在我的那个那个那什么宝里边 哎呀 说那么半天你就赶紧的 媳妇明天我就回去了 赶紧的给我拿点钱来吧 哈哈哈哈 我还想这次回北京之后 嗯 然后我想给他再车一个大额车库 嗯 那你不是要换车吗 嗯 我想突然你一手里边有多少钱你想换车 我没多少钱 我就几万块钱 嗯 你这样吧 我给你今天 你找一找 我给你先转五十万 因为你那车你不是要换车吗 那车不还得卖吗 嗯 比如说卖个那个十多万块钱啊 嗯 不够啊 再添两 那也差不多 仅仅买吧 反正熬我这一两个月应该问题不大的 然后你要不够的话 再跟我说我再给你转十万 还真仗 你也没有错误 嗯 就是想通过自己努力去追求好的物质需求嘛 嗯 也正是 虽然说是消耗品带工具嘛 早买早享受 但是谁都想着开个好一点 不是 我想听听我想法吗 我的想法 就是说 有目标 有奋斗目标才能更好的让你坚持下去努力下去 啊 这是我的想法 对吧 没准 前期这价确实挺大的 但是呢 以后呢 慢慢慢慢咱再努力啊 啊 钱挣的是 为了花的啊 是为了享受的 不是存的啊 越存他越没钱啊 越花他越来钱 我是这一想法 但是咱们就是在咱们的基础上也得防着点 嗯 这对啊 这对不能说花超前消费这种消费是不对的 嗯 既然在咱们承受的范围之内你可以去买 嗯 行了 先这么同意了 行了 那明天我就踏踏踏踏踏了回北京了 到时候你回北京的时候给你一个大的super rice 嗯 其实吧 嗯 所以我想说几句话 嗯 你说 就是你听过那个季仙林老先生说过一句话吗 嗯 就是每个人都想去争取一个完美的人生 嗯 但是当你历经千番的时候 你才发现就是后悔不遗憾 嗯 然后有缺失什么的 这种才是你人生的第一次 我只希望咱俩在今后生活中别互相埋怨 嗯 抱怨 对啊 互相努力奋斗 把生活给他过得热气腾腾的 红红火火 这才叫生活呢 对吧 遇到什么事别退缩 嗯 对 最后最后我还想再送你一句话 你说 刚才那些我是送你玩的 哎呦我的天呐 拜拜 对 对 对